脱欧 特朗普 中美脱欧坚定的 提出者 实践者 不但特朗普 一个班底都是这样 但我说他班底什么呢 班底问题太老了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71岁 贸易顾问纳瓦罗 69岁 商务部长罗斯 81岁 财政部长姆努欣年轻些 56岁 经济顾问库德罗 71岁 除了姆努欣是60后 其他全是30后 40后 姆努欣60后主张与中国缓和 别打贸易战 打下去对谁都不理 30后 40后全部主张干到底 60后要考虑未来 我们讲 60后来日方长的考虑长远 30后 40后 青春期都与冷战时间度过 都叫青春无悔 整个脑袋还留在 50年代 60年代的人 一批人主张美国今天的政治 我说呢 今天当然来势雄雄 全是30后 40后 但我说呢 不用太长时间 你们终于要推出历史舞台 美国这个交班顺序 我们实在不敢恭维 60后交给40后 奥巴马61年生的 下台了 特朗普46年生的 上台了 60后交给40后 这也交班顺序 这算是民主的产物嘛 然后特朗普2020年 明年大选 民主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拜登 特朗普明年2020 74了 拜登 77啊 我说民主体制怎么搞的 你们民主怎么选举的 中美脱钩 我说你30后 40后 你全部铁信脱钩 你脱得了吗 你怎么脱钩啊 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 中美贸易占美国贸易总量16% 大陆 这是港 澳 台 20% 美国贸易立国 接着讲 任何国家和地区 只要占美国贸易总量7% 这个国家与美国重大厉害相关 不仅仅结成紧密的经济关系 而且要考虑政治合作和军事同盟了 共同汉美双方重大力 7% 我们混到20%了 政治同盟什么军事同盟不可能 但它极大监管双方可能发生了冲突 中国持有美国最高的最大债主 你看我们平常都是 你说你跟谁过不去啊 你跟你最大债主过不去 我们有这样的 欠人钱很多 你跟人翻脸只能跟人吵架 一吵架 我钱他那多钱呢 我斩这还不上了 什么时候还 你就得挨一截子 你看美国今天 你跟你谁吵架呢 跟你债主在干 你脱钩 你怎么脱钩 中国锂电池生产 世界第一 脱钩了 你手机电池怎么办 你自动驾驶怎么办 你机器人怎么办 你数字化部队电池怎么办 全都白扯了 怎么脱钩啊 中国的磁硬材料 世界第一 我们一个浙江恒电东瓷集团 世界第一 一说浙江恒电 大家想起恒电影视集团 首次鬼子都在那排的 那就是东瓷集团 投资建的恒电影视集团 其实大老板就是恒电东瓷 世界第一 东瓷到了老总 何时金 民营企业 也讲了 没有我们东瓷 他苹果手机振动件全抓下 所有手机振动件都刺激 不仅手机啊 空调呢 陀螺呢 定位仪呢 没有刺激 怎么弄 中国线线维加工 占全体50% 这随便举举数字 你说怎么脱钩 所以你别看特朗普的班子 决心很大 没法实施 美国人这点也知道 不能脱钩 美国前驻华公使 陀利敏讲 美国每年有65万 从事科学工程技术的 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 其中很大部分是中国人 若排挤他们 美国将损失大量科技人才 预计到2025年 中国拥有的熟练技术工人数量 将超过金额组织 所有成员国的总和 若与中国脱钩 意味着美国疏远的是 事业上科学家 技术专家 工程师和数学家 数量最多的国家 若切断美中科技交流 以其说会阻碍中国科技进步 不如说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创新能力 对谁有利呀 美国这批明白人看得非常清楚 过去他们印象什么呢 华人是开餐馆的 华人是做苦力的 华人就居于在唐人街 他们都这印象 今天什么印象 今天傅里面讲 美国正在把中国逼成一个自己可能无法战胜的对手 中国不想跟你干 都想双赢 你逼他 逼到最后 他把你逼成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 我说你看我们难道不是这样 预言我们倒台的人比比皆是 2000年美国华人张纳顿 中国即将崩溃 2015美国学者神大美 即将到来中国崩溃 一片唱衰 但我们就是不崩溃 我们发展得比谁都还快 北大林一福教授讲 这叫中国经济之谜 中国经济为什么这么发展 林一福说 全世界包括中国外国 没有一个经济学者 能够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力 他跑的姿态不太漂亮 亮亮腔腔的 跌跌撞撞的 眼看就要摔倒 他就不摔倒 比那些政经微步的人还要快 怎么回事 搞不清楚 林一福说是 这本身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题目 当然我说并非 所有人没有人破解的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 讲了一句话 讲了抗日战争 但我觉得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也是有用的 毛泽东讲 战争的伟力是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主 孙大宾夫这个词 就让我想起今年暑假 我在国外做暑期科研的时候 一个经历 当时我是跟一个意大利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做试验 他开了一个玩笑 他说我是一个weak Chinese 我们知道weak这个词除了说没有力气之外 它有虚弱的这个意思 当时我就联想到了说东亚病夫 这带有侮辱性的词 我非常愤怒 我就回答他说 我比你好 因为你是个愚蠢的意大利人 他看我这么回答 就看出我生气来了 他就非常的不解 甚至有点委屈 因为他认为他只是开了一个玩笑而已 所以我就在想 一方面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外国人 对我们国人有这样固有的一些观念 另一方面呢 我们国人在类似的问题上 是不是往往会反应过度 过于敏感了呢 好的 我想起了我们访美的一段经历 就是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一定避免两个极端 一方面过分地敏感 一方面过分地不敏感 我就是两个极端 我们都要避免 我们2008年 陪同我们国防大学校长的方位 上将 我们国防大学校长上将啊 按照美方的礼遇 你应该可以礼遇的 没有礼遇 所有安检 皮带都抽下来 所有箱子全打开 特别细的翻 我们机票都加四个A 就是所有中国人 一上飞机以后 他你安排靠窗口 保证你旁边坐个美国人 绝对不能让你中国人坐在一起 如果你要有事 你得越过这个美国人 所以我们全靠窗口那边 我们校长 上将 外语又不行 我要坐到旁边 说不行 你只能坐到后面 你只能坐到后面 就那里要坐下来 后来 就因这种待遇 我就找了 陪同我们访问的 美国驻华的 一个海军武官助理 一个空军武官助理 一到安检 他俩就藏起来 我找他俩 我说像你们 先弄 我们是上将团 你们对我们这样 他就给我们解释 那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 国防部管不了他们 这我们两个系统 我说行 两个系统 我说我们的机场安检 也跟我们军队也是两个系统 我们也两个系统 你们的上将以后访华 同样待遇 他说 哎呦 他都是这个问题 要反映一下 第二天 海军武官助理找我 他说 两个小礼物 结果说 这个送你们 王上将一个 这送你一个 两个小礼物 你们逍遥起 我说 第一 我们代表团六个人 你要送礼物送六分 送两分算算吗 我说第二 我说我们希望你正式回应 而不是送礼物就完事了 我说我们这会回去要正式反应了 我希望你跟你们国防部也正式反应我们一天 他挺尴尬把两个礼物收回去 我们回到北京之后 回到北京大约不到一个月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我又参加了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美国国防部长助理谢维森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主要谈海上避免冲突机制的 结果那个会晤一开始 美国国防部长谢维森就讲 我先插一段 说先有一个问题 我讲一下 美方现在正式向中方表示一个歉意 就是一个月前 国防大学校长访美 我们处理不当 现在正式向你们道歉 我们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问题 我说你看这个势力 我们有权利一定要争取 当然没有必要跟他当面翻脸 他说你是Week Chinese 你可以用别的话回应他 但没有必要表示愤怒 因为我们今天你跟我开玩笑 我给你开玩笑 我们就开玩笑 但是呢权益是争取来的 不是等待来的 当然权益 我们显示我们强大事可以的 但你对我这样 我要对你这样 一包还一包 这才能征兆 中国人也是捍卫自己权益的 你的国家力量不如他力量强大 但你内心力量 你跟他内心力量一样的 你这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力量 我觉得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走在世界上 国家已经给我做了充分的支撑了 所以说我们个人呢 我们既不要过分地敏感 把这都说是小看中国人 另外呢 如果一旦碰见 我们承受了伤害的话 我们也有拿起武器 捍卫自己的权利 好 谢谢金小军 将军您好 我叫吕豪毅 现就读航空航电工程专业 大二的时候呢 我想申请一所美国的大学 普渡大学 是我们国家两单一星元勋 邓家仙 梁思立 两位大科学家的这个毕业院校 但是由于签证的原因呢 没能如期前往 所以想请问您 在这个当今的国际形势下 您看我们是应该选择 继续在国内深造呢 还是选择出国留学 之后才能更好地投入到 我国这个航天工程的建设当中去 谢谢您 好的 你这问题也挺有意思 我也举个小的例子 我前不久这个牙出问题 种牙 现在不是种牙挺时髦的吗 比如说给你人生第三副牙 种牙在北京排队太厉害了 没办法 我到西安 西安我们斯伊拉 那是全军种牙第一把手 非常好 斯伊拉的校长就跟我讲 我们口腔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我们中国的口腔技术 包括种牙就不要提了 口腔技术比国外 它差了三十年四十年都不值 现在并驾齐齐 个别超前 他说你看我斯伊拉 机器人种牙 他说国外都不相信 中国人造假 这种特别的 因为全世界没有机器人种牙 一直到英国BBC2017 到西安斯伊拉拍摄 机器人种牙 然后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 全世界相信中国人搞出机器人种牙来了 口腔非常小啊 治口腔你很痛快 拼命张大嘴张不大 机器人不用的一个探头进去看得非常清楚 机器人种牙保证精确度非常高 四级大你别看低处西安 广泛的派学生留学 瑞典 中牙的B族 美国 日本 都是牙科老大 我们今天全部并驾齐齐 个别赶潮 就得于什么呢 交流 开放 所以我们永远不能避免开放大门 我们能出去就出去 能贴近就贴近 尽量学习 充分发挥中文学习形式 充分地利用 然后才能充足地成长 谢谢金将军 金教授好 前面的同学问了关于留学的问题 我就来问问关于移民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就是 移民了就不爱国 但是我们发现在中国 在国际社会上面临到很多争议 或者说面临天灾的时候 有很多的海外华人华侨 自发组织游行 组织募捐来支持祖国 我想请问您是怎么看待移民的 移民就真的等于不爱国吗 我觉得还不是这样的 作为一般人 移民我们不能加以任何限制 只要他想移 有条件他就可以移 我们今天来讲 我们的朋友骗天下 那全世界都是中国人 那时候有多好啊 有人把移民看成一盘散沙特征 我觉得不一定 就是移出去以后 他不一定就是一盘散沙 他讲了中国 还记录自己的国家 他就不是 你比如说 全世界最好的例子 犹太人 犹太人不是移民的 他没有家乡 从公元一世纪二世纪 被赶出那片土地 流离失所1800年 全世界父母都是犹太人 欧洲二战 杀犹太人杀600万 但犹太人这个凝聚力非常强 你还可以说他移民 他流落全世界 但是最后重新建国 以色列国 即使在没有家园 没有祖国 但他的这种集体自尊 既然保留 当然我希望我们中华民族 也能做到这一步 我们不管在世界各地 我们都完成这种精神的凝聚 我就回答了 我们一定可以的 谢谢金教授 金教授您好 网络舆论空间 他在现代战争当中的地位 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就让习主席讲两句话 第一话就说呢 没有网络化就没有现代化 第二句话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自由不是无限 自由一定是不影响他人的 当我个人自由无限膨胀 对他人造成干扰的时候 那就必须这样一约说 金教授您好 现代战争往往是 信息战和科技战 不知道我们现在还能不能 像过去的朝鲜战争那样 利用群体理念和内心的力量 来战胜现代战争呢 就现代的战争机器 操纵越来越容易 所以体力 勇敢程度 它的所占的比例正在下降 但它不能被取代 我们现代化和这个 灵魂一血性的结合 你结合在一起 它才是一个完整的军队 和一个完整的军人 金将军您好 对于中国当代大学生而言 上午精神到底会对我们 产生什么样的帮助 我们应该怎样去培养 和保持自己的一种斗争意识呢 就鲁迅讲的 不买是向上的车轮 如果大学生们就觉得 我的环境很安逸很优异 缺乏这种激烈的挑战 我觉得那你可能想对的问题 一定要有激烈的碰撞挑战 这些只能是把一人的肾上腺素 充分地激发 一个人呢 一辈子脑力 顶多使用了12%到13% 为什么呢 它没有激发 没有刺激 中国民间这个活力 中国人这种勤奋 这种刻骨 这种钻研 这种物体 世界无人可比 中国人是既为过去 也为未来活着的人 为过去要养老 为未来孩子不能处在起跑线上 所以大人猛劲加班 客户工作 西方就是什么 我就为今天活着 明天再说了 不管那么多了 你中国人这种状态 最近你看9月23号 德国事业报里面报道讲 只要世界其他地方出现新产品 或新构想 中国立即有20支团队致力于此 以便用更好的质量 和更优惠的价格开展竞争 人们遇到的是一个革命性的竞争者 以前所未有 你说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家 像任正非这样的人 有多好的运气 他是国家百千万工程吗 他是哪级政府重量扶持他了 他都没有 生命力极其万强 任正非1983年转移到深圳 后勤服务基地 搞公司做生意 老人说了 我就不会做生意 市场经济规律不知道 第一笔生意被有人骗了 200多万买彩电 对方协换跑跑 刚到公司给人亏了200多万 任正非被公司除名 老婆跟他离婚 老婆是公司高管 离婚 带着父亲母亲 弟弟妹妹 创建 集资21000元 创建华为公司 就在深圳一个传达室里 就是一个企业传达室里 白天老头三分之一 在前面传达诸多事务 后面华为公司在那办公 晚上就华为公司在那加班 就传达室 老人跟我讲 最初创业就几块万用表 一台试播器 你看最近接受德国媒体台访 从扛那个货物 老人说呢 没人帮啊 就自己扛啊 扛那些电子散件 帮着组装的 只能扛15米 20码 一台往里扛 因为视线能看见 我扛到前面 都被别人偷了怎么办 只能一堆就往上扛 15米一堆一堆就往前挪 好几件 一人拿不走 就一个人背着往前 一件往前扛 那1987年 88年就这么干 任正非43岁创业 把一个山寨公司 变成震惊世界的科技王国 在技术拓展 国家化拓展方面 技术创新 国家化拓展方面 国内首居一指 这种企业发展速度 到全世界哪去找去 前所未有 当年90年代末 华为没有通音牌朝 老人在全体大话上讲 华为的全体员工们 我们只有熊啾啾 气昂昂 跨过太平洋 只有到海外谋发展了 我2016年初 就在深圳半天 参加华为的颁奖仪式 下午三点半颁奖 颁到晚上七点钟没有颁完 东南非事务部 西非事务部 南欧事务部 北欧事务部 俄罗斯事务部 荷兰事务部 墨西哥事务部 我这什么公司在那颁奖 跟联合国一样 那最后海外服役 十年上员工颁奖 老人还讲那话 阿富汗战乱时 我就看过员工 利比亚开战前两天 我在利比亚 我飞到亚拉克不到两天 利比亚就开战了 我若贪战怕死 何来让你们去义务分斗 美军空袭叙利亚 前年2017年4月10号 攻击序利亚 103枚巡航导弹 突袭序利亚 就那103枚巡航导弹 打击序利亚的时候 任正非刚刚在 60小时以前飞离序利亚 他给我发了个短信 说我现在正在贝鲁特 四级阳台喝咖啡呢 我说任总 你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身先是处在第一线 经济学家徐晓年说 最佩服两个企业家 第一 任正非 第二 桃花币 徐晓年讲呢 企业不一定非要高技术 不一定非要互联网家 你就把产品做到极致 你就老大 桃花币不就会凭老干妈吗 现在弄得 凡有个华人地方 就有老干妈 你和人家做到极致 桃花币 一个大字不识 年近半百创业 用十几年时间 打造出一个世界一流的现代化企业 创造了故事 创造了奇迹 创造了神话 当年谁看着他了 你这个老干妈 就是办凉皮的调料啊 最后发现别人特别喜欢吃 开始做调料了 做调料没有广告 怎么办呢 也不懂得广告 没文化嘛 做一瓶瓶的拧紧了 送卡车司机 免费送你吃 卡车司机走到哪吃呢 挺香的又挺香的 就是那个路上贵州呢 叫什么什么人做的 就卡车司机帮他把名声给养开了 我们有句话叫 当你弱小时 敌人特别多 你弱小的时候 财你人特别多 那反过来说呢 当你强大时 朋友特别多 桃花币当年创业 多么弱小啊 欺负他的人太多了 你看桃花币讲的话 我就要拼上去 哪怕面对个土匪 我都给你拼上去 你想把我杀掉 我就想把你杀掉 要拼才会赢 不拼就会输 桃花币的理论 上不了我们NBA 也NBA 进不了哈佛案例 但这是中国企业家 扎扎实实在 就这么拼杀出来的 我们不是按照哈佛案例 不是按照NBA 也NBA 一个做出来 你看中国企业家 怎么成长 徐耀年说最佩服就任正非桃花币 任正非见着了 没问题 到深圳 任正非 以任正非会谈 还给华为讲课都搞过 就见不着桃花币 桃花币不见的 徐耀年最后也释然了 说我见桃花币被拒绝了 后来得知他连省长市长都不见 只见村长 这才心理平衡 桃花币就这样 你别跟我弄些云雾缭绕的虚东西 谁能给我解决问题 我见谁 别就算了 不见了 不探讨理论 就实际 金将军你好 从我们建国以来到现在 我们就不断地给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给他们援助 当然我们的大国风范 也赢得了他们的许多好评 但是反观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却奉行本国优先的政策 请问您认为我们有必要 继续保持这种对外援助吗 对外援助呢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大国 它并不可少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分合 其实我们对外援助呢 并不像我们网络上 有微信而宣传那么多 我们并没有那么多 我们今天的援助 大量都是什么的 都是有息的 都是要付长的 付利息的 还本的 你好我们 指使 五指使 直升机 我们就援助它 援助它是什么呢 让你无偿地使用两架 因为武器装备要使用啊 我们没有这个环境 巴基斯坦友 给它用两架 你说援助 它开始攻击恐怖分子 打地面目标 然后不断地发现我们指使人的毛病 一使用 毛病出来了 这毛病 我们就需要毛病 我们马上改啊 马上就修改 根据战场修改 你看这个援助起到很大作用 包括我们最近援助的巴基斯坦的骁龙 骁龙战斗机不是把印度的米盖二世纪给击落了吗 骁龙战斗机打火 那就是我们援助巴基斯坦的 那这个骁龙战斗机打火 那是骁龙一火 是我们成飞也很火 我们成飞出口又能增加一笔 就是现在盯住骁龙的原来巴基斯坦 现在埃及好几个国家都挺感兴趣 这方面呢 我觉得我们绝对不会像美国那种 到处刷钱 到处我们绝对不会 但是我们会进行这些援助呢 取得我们的效用 我就回答这 谢谢金教授 金教授你好 我的问题是 现在的青年可能更多的会追求 自我实现和个性解放 然后像老一辈他们推崇的奉献 然后和集体主义 您觉得对现在的青年还适用吗 其实呢 老一辈一个一个也都是追求思想解放的 他们都一样的 思想解放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都没有改变 你比如说我在华为 余生东就这样一人 余生东今天华为大老了 华为中端产品 他是大老了 总负责人了 余生东说呢 他的导师就讲过了 像余生东 你的性格 不适合遇到党政机关 不适合遇到企业 你干不成 你就在大学教书 你的性格老是唯我独尊 老是这个劲头 你不行 到哪儿搞不好关系 就在大学教书 哪儿去不了 结果到华为 余生东说 一到华为第一天我喜欢上他了 他说我进办公室 一个女孩在墙角徒手倒立 还有一个男孩 翘二郎腿 说腿翘的比键盘还要高 翘二郎腿 余生东说 哎呀 这不就是我要的环境吗 他太喜欢这儿了 然后到华为 满脑子想法 又碰见个老板 任正非 他说太好了 就余生东学无限的 搞二级三级 好多想法 新想法呢 拿不出可行性报告 拿不出可行性分析 我就想法 他没有新的东西 任正非就可以 我给你钱 老于你有想法 我给你钱 你看你能不能弄成 余生东说 我最喜欢就这个 我就这想法 我拿不出这么可行性分析 什么一二三四五的 给你完成步骤 我也拿不出来 我估计行 我得摸着石头过河 他说老人让我摸着石头过河 我说你看今天 我说我们今天 这个人的个性的释放 还是我们一笔很大的财富 怎么有效地把它释放出来 那么这是今天 年轻人有主意 没有必要压抑 充分释放 当然是在法律规范的范围之内 你充分地释放 只能有利于我们的法律 我就回到这儿 谢谢金将军 活动结束 谢谢金一兰将军 好 那真的 非常的能坚定 询感谢